歡迎來到電玩MESHA款第49期 哈囉,我是SKY 這次我們的遊戲新聞 跟Steam還有VAO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大家都對他們有很深的印象 特別是特賣會都會打到骨折 所以大多數的玩家都把FOR跟TAMON 以及GPON掛上等號 當然平台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遇到新遊戲 玩家就會誇到比較便宜的國家買 這樣又可以再省一波大家也開心 但因為這個問題 Steam這個最大的數位平台 跟其他的公司一體吃上780歐元 相當新台幣2億左右的罰還 所以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10月到了啦 各位有沒有規劃好自己要玩什麼遊戲? 前陣子我們有做了一部10月份的遊戲整理 因為有不少的強作 也怕大家可能會先想請好特修 規劃玩遊戲 就可以看看我們做好的影片 連結為發這裡 不要浪費我們的苦心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本週有哪些有趣的新聞吧 如果你是習慣在PT打遊戲的玩家 免不了一定會用到全世界最大的在線核關 不是啦 有在數位平台的Steam上面買遊戲才對 不過Val最初他們也不是賣遊戲的平台 以前只是想要放他們的熱門遊戲 像CS或戰力時空2這樣子 後來針對玩家們的習慣跟體驗 逐步改良之後 平台也變得越來越方便 從一開始跟朋友一起上 CS1.6配一槍的附屬軟體 到後面越來越多第三方的廠商 開始把遊戲放到Steam平台上面賣 前陣子剛過20週年 前前後後也累積了將近 1億3200萬的用戶 到現在也累積超過3萬多套的遊戲喔 PC的數位遊戲能夠發展這麼快 甚至還跟霸佔多數玩家的家用主機抗衡 Steam真的是那隻領頭羊功不可沒 多數玩家對他們印象最深的就是 很常會在自己的平台多丟幾檔特賣會 特賣到幾乎每天都能做影片 就是想跟大家講說這週遊戲有哪些很便宜 不過可能是考量到每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太一樣 有些玩家則是想要跨去到更便宜的區域買遊戲 特別是新遊戲 這種狀況幾乎是99%會發生 因為每個國家通常會把價格做調整 會更符合當地任務的消費能力 最便宜的戰區 阿根廷、俄羅斯跟土耳其 這三個地區比其其他國家要來得比較便宜 啊不是 比較實惠一點啊 以前就有盛騎士之戰 奮戰 當初在美國售價是59.99美元 跨去到阿根廷就只要花6.8美元 還有地平線期待黎明 台灣賣是698新台幣 跨到阿根廷就是225新台幣 這樣子的定價政策 相對也吸引到一些想省荷包的玩家 不過這樣子買 對開發商或是發行商來講 讓他們跨去到低價區域 長期下來對營收也是會有虧損 所以為了阻止這個狀況 他們則是祭出各種起召 像是鎖定低價區域的啟動序號 變成當地買遊戲或是序號 只能在那個國家啟動 但廠商以及Value 這樣子的做法 則是讓歐盟非常不爽 其實這件事情要回到2017年 當時歐盟為了這件事情 針對Value在內的6家遊戲公司進行調查 調查的原因就是釐清他們在歐洲執行鎖區的辦法 主要是歐盟認為這樣的鎖區 等同於違反他們法律的反壟斷法 他們的規定是 遊戲廠商不能片面禁止產品跨區銷售 剝奪歐洲消費者從歐盟單一數位市場中獲利 以及玩家在歐盟範圍的區域比價的權利 後來這項裁決在2021年被開出來了 6家公司一共要被罰了780萬歐元的罰還 當中包含了萬代卡普控Zen Max Focus Home還有德國遊戲公司Code Media以及Value 每個走路都有風 看起來真可怕 當中Value就被裁罰了162.4萬歐元 相當於他們整年收入的10% 吼,這要是你被罰這麼多 能不有意見嗎? 他們當然是非常美頌 所以這中間也有發生 前面幾家都乖乖配合 只要罰600萬歐元就好了 Value則是拒絕配合並且硬起來上述 他們先是拿出版權法的規範 發行商有權力對不同國家收取不等的價格 再加上從2015年開始 除非廠商有要求 或是當地法律不允許 遊戲一定要鎖區 Value不會主動對這些區域進行鎖區的動作 而你遊戲平台只會給發行商序號 當中沒有任何的手續費 況且真正在歐洲實行鎖區的遊戲 也僅僅只有3% 更別提Value也是提供一個遊戲平台 Steam 今天廠商要鎖區 限制特定低價區域購買 最終違反了歐盟的法律 到底是關遊戲平台下面屁屬喔? 這件事情經過一年之後 還是被歐盟給狠狠打槍 歐盟表示版權法只是為了 確保持有人通過授權以換取報酬 藉此保護對商品進行商業利用的權利 但這項規範並不保證版權所有人 藉此獲得高報酬 或從事分割各國市場之間 人為價格差異的行為 所以看得出來 歐盟的立場很堅定 他們認為公司販售的商品 要在各地如何定價是公司的權利 但相對消費者要去哪裡買東西 也是消費者的自由 所以身為橫跨全球遊戲供應商的Steam 歐盟認為Val也需要負起責任 不可以配合廠商在歐洲進行鎖去的動作 簡單來講 Val目前的上述 依然是保持被剝活的狀態 要嘛就是照原判上繳罰新 要嘛就是兩個月內提出上述 因為判決還沒有結束 所以Val在這個期間 還是有想盡各種措施 來避免玩家跨區購買 像是搬出用戶更改國家地區的限制 三個月只能改變一次 還有規定說 那個商店買遊戲 就只能用該地區的信用卡付費 真的要用VPN跨到俄羅斯買遊戲 欸?拍謝喔 要有一張俄羅斯銀行發錢的信用卡 才有辦法結帳刷過喔 這就很像是山道猴子一樣 要買遊戲 搞到要去低價國家那邊左右橫跳 就怕到時候就被瘋脹之類的 去年貓還向開發商以及發行商 提供針對各地定價調整的工具 Bal Pricing Tool 用處就是以美元定價作為基準 依照各國消費水準 還有稅率計算 自動換算其他38種國外硬幣建議售價的數據 當時還掀起熱潮想說 啊靠腰啊 阿根廷跟土耳其直接漲價到450%啊 沒在關注消息的玩家 整個黑人問號 但有玩遊戲 真的是只能寫一個慘字 那解開鎖具限制 看是能實現歐盟所說的交易自由 但如果遇到壞壞的廠商在那邊亂搞 為了賺錢把全歐洲搞同樣的價格 方式的確是簡單粗暴啦 也確實是可以削弱其他國的玩家 想要占便宜的動機 可是那些低價的國家就很可憐啊 感覺就被硬性拉高價格 這樣子的做法也不是什麼好做法啦 雖然我知道大家應該都是贊成 不要說想撿便宜 但我相信還是會有想為低價國家著想的人吧 對吧 不要瞎掰好嗎 那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邊 對於這次的遊戲新聞是怎麼想的 大家可以趁著中場休息時間 留下你的心得 點個讚訂閱下去 因為這不但會讓影片更容易被推廣出去 在我們節目裡面也是可以抽獎 依照針對節目內的資訊 留下你的心得 就有機會抽到一張PS Plus的月卡 所以講到這裡 來開場上週跟加更片的得獎者 將將將將將將 那這兩位朋友記得不要忘記寄信到我 字典的現象 好了我知道是你們喔 接下來我們進到下個單元 看看這個月的PS Plus 基本會也新增的遊戲 還有升級跟高級即將退出的遊戲有哪些 卡丽斯托協議是過往絕命意識源的製作人 格倫斯托菲歐 原本想要以精神續作再次開發的一款強作 他的賣點主動在畫面翻新 以科幻加的異形作為遊戲的核心 你可以用近戰 也可以用槍支 來把怪物搞一個大截肢 中後期甚至還可以用高科技 把怪物定在牆壁上面 不過因為內部系統跟戰鬥 都過於單一的問題 導致評價不如以前這麼好 當初我玩是認為存當點的機制沒有做得很好 可以手動也可以自動幫你存 但往往自動都會存在很遠的地方 死掉重來就要跑得超級遠會有無力感 不過單就畫面還有距離呈現 卡丽斯托還是蠻不錯的 只要花上基本會員的錢還是可以玩一下 模擬農場22C款能夠讓你更加認識農業的牧場遊戲 這款對於農家子弟可能會很懷念 因為遊戲的玩法就是有許多不同的農業用稱 有種田的、有收成的 甚至你要養豬、養牛、養馬都沒問題 比較有挑戰性一點的就是要先做好飼料 因為你想要裡頭要放哪種材料 有青草、甘草、稻草等NTR大茶會 等到你真正產出牛奶也可以換成奶油 或是有種甘蔗也可以換成糖 這些都可以兌現讓你買更多的機器 當時有不少玩家說這款的系統跟19有點像 但畫面還有剛剛提到的變現產業鏈 都是22才有的新東西 過往你還是農家子弟、想懷舊 或是你是好奇的玩家 這檔可以讓你更認識農業 鬼野西部是一款以魔法跟奇幻為主的西部遊戲 遊戲裡面你扮演的是一名女賞金獵人 但因為兒子被殺了、老公也被抓 所以就掏出他以前常用的裝備 就是要挖個真相出來 遊戲以俯視角、雙搖感的玩法 難度也是偏高 玩家必須要在場景裡開始找到物資 才可以把你的特長或屬性提升 劇情算是這款的大重點 會因為你的決定來改變整個世界觀的走向 只是因為是俯視角 細節也很多 所以像是鑰匙這種超小的物價 會超容易錯過 不過這都還算是小事 主要還是劇情跟玩法不錯 當時也有不少人說它是西部黑 後面開始是即將退出了升級跟高級 遊戲目錄的PS Plus遊戲 我就簡單講 有部分是蠻可惜的 大家可能要把握時間 過往比較紅的節力戰壕4跟5 兩檔會一次從遊戲目錄退出 這兩款都算是系列作討論度頗高的兩作 四代是當時沒有人考究西藏文化 玩家玩到後面覺得很新鮮 五代的故事算是我頗喜歡的 額外還有新增的載具 或是用逼的制度 人中之龍系列345在這個時間點離開 我覺得有點傷 因為下個月就要出七代外傳了 這對想要補的玩家 可能會有點時間不夠 畢竟每個人能在遊戲花的時間不同 一次離開三款是真的有點吃不消 恐怖遊戲這次離開的有四款 如果你有玩小小夢魘 Inside跟Limbo 算是比較低規簡化一點點的恐怖遊戲 它主要是2D橫走的玩法 背景會有一些可怕的互動 像是獵人追你 或是有陷阱等等的 好玩在於偶爾會有可怕的音效 配合追逐戰 整體氛圍還蠻讚的 靈媒很新盈 是以縣世跟靈界穿越作為題材的遊戲 講述女主角因為體質的關係 可以解開一些比較神秘的案件 主要的玩法是要你搜集文本跟解謎機關 配合潛行是它的戰鬥模式 只是因為時長只有7小時 所以大多數的玩家到後面都覺得太短了 玩不過癮 以下就沒了 獵逃金魂就是主打互動式電影的遊戲 講述一群人在一個礦石場參加下列營 但是因為當天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學生嘛 通常血氣方剛 畢竟就是要作詞一下 搞一搞四膽大會 互嗆互嗆就出事了那種 好處就是可以體驗一下校園戀愛 當作是簡單的影劍 還是蠻不錯的 只是它的劇情太好猜了 時長也是蠻短的 雖然是剛上PS Plus 每幾個月就下架了遊戲 喵庫車神是育必推出的賽斯遊戲 這款不是新版的動力慶典 是大概六七年前的遊戲 當時開發出來還在PS4、Xbox One、PC的時代 也沒有中文 所以就讓它隨風去吧 還有兩款是有在退出名單 但是沒有特別寫時間 一個是火影新人出擊 另外一個是Torke製品版 所以以上如果大家有想玩的話 會在10月17日早上9點就退出 記得要把握最後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進到下個單元看看本週有哪些有趣的遊戲 某籃球編年史 單看名字會以為是體育類遊戲 其實不是喔 它是一款很可愛的對戰遊戲 玩家在遊戲裡面會是一顆球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是很像以前玩的那種圓圓胖胖的電子機 它主要的玩法就是你會到各個時空 有時候會需要你跑到封建日本跟武士單挑 或是到中世紀世界來場精彩的工程站 但因為你是一顆球嘛 遇到特殊地形也可以縮小或是放大來通過 這款遊戲特別適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它是有支援四人合作 可以一起打BOSS一起冒險 目前評價是壓倒性好評 大多數都覺得遊戲很療癒 玩起來很刺激 唯一可惜就是只有簡體中文 偶爾也是會有連線品質的問題 過往有在遊戲裡面出現的台灣球 正式版也取消啦 是真的蠻可惜的 這個吊腳幻象算是晉級討論度頗高的遊戲 畢竟大家經過神話三部曲的洗禮之後 還是很好奇這款能不能重回刺客的懷抱 遊戲的背景也會回到中東巴格達 主角貝希姆是一位街頭小偷 後來因為一次的委託加入了兄弟會成為無親者的一員 這個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回歸暗殺的玩法 狂戰還是沒問題的 但成為最低效益的一環 劇情這一塊還是那個樣 沒有什麼很出色甚至有點無聊 高潮迭起也只有在後期才會有 雖然遊戲是沒有上Steam 但是MetaCrate還是有評分 滿分10分6.9分算是及格水準 就是沒有到好但也不會到差 其實就跟預期的差不多啦 看得出來幻象就是想打穩穩拍 畢竟本來就有很多人期待回歸四刻 再加上幻象本來就是微晶滴遊戲 但主軸已經是巴格達太大了 不做成遊戲有點浪費 所以還是做成一款遊戲給大家 有興趣想了解我的心得 可以看看昨天做好的專片 刀劍神域一半集結 刀劍本來就是一部以AAORPG衍生的動畫 後期作品都是以不同的遊戲逐步進化 一半集結就是在講主角同仁 在虛擬世界underworld跟夥伴冒險的故事 不過這次評價似乎跟先前大同小異 大多數都覺得一半集結是比較偏粉絲向的作品 有人不喜歡戰鬥變得比前作單調 也有人覺得畫質很差 雖然刀劍本身故事就很不錯 也是很多粉絲 但真的該強化一下了吧 好,今天的電話妹下關就讓我們結束囉 其實今天的主題算是比較沉重的一點 主要是做給我自己看 因為我一直對這一塊有疑問 以前做影片只要提到錢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講到說自己跨到哪個地方買會很便宜 這種話聽久了就會覺得說好像是正常線上 今天這樣整理下來我才知道說 如果跨到便宜的地區買遊戲 讓平台或是開發商不爽的話 很有可能會造成低價地區抬高價錢的問題 我要是住在那三大便宜戰區的玩家 經濟比較好 有工作的玩家可能會覺得還好 但對收入不太好 學生就會覺得很不爽 可是因為跨區買遊戲中間有太多的原因了 撇除想省的玩家 會不會有可能是因為遊戲一年比一年定價還要更貴 才會讓玩家想要跨區買遊戲的動力呢?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跨區買遊戲過 還是你最希望有哪款遊戲上Steam給你評價 例如說10月18暗黑上Steam之類的 都可以留言來跟大家分享 但等一下 離開前別忘記幫我點個讚分享出去 製作影片不容易 希望大家可以順手幫個忙 才會讓影片更容易被推廣出去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